另外這邊有個所謂的99乘法表 我們要怎麼樣快速做出來 這裡就是牽涉到那個有關於鎖籃鎖列的技巧 也就是說你今天呢上方喔 1到9 這個地方也是1到9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剛好這個 複乘之後結果就會出來 這裡的話也牽涉到所謂的那個鎖籃鎖列的部分 這個我想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藍列的鎖定技巧 如果你懂這個部分的話 以後呢你只要看到大型試算表 很快的你向下向右全部都可以做出來了 OK那這裡的話是第二個 我們會講到那個有關於鎖籃鎖列表的部分 那剛剛這個前面的做法是用公式來做 另外呢如果你要計算那個定存例句的話 我們還可以用函數的部分來做 這邊有一個函數的名稱 叫做那個FV 有一個函數叫FV 那這個FV的話呢 這個函數名稱叫FV 那我們也同樣可以用FV的方式來算出這個銀行的利率 這個地方的話是有公式 99存碼表跟函數 另外的話也可以用聚集 怎麼樣錄製 按下清楚 其實跟前面一樣嘛 按確定 那另外甚至可以跳出一個什麼 請輸入這個上方的存款件 比如說你要試算的話 那我今天假設要跟銀行貸200萬的話 按確定之後 我要知道說我多少年 然後呢產生這個利率多少 我多少年之後要需要還多少錢 那這個部分呢可以用聚集來做 那你可以清除掉 另外呢進一步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就是 我如果不用錄製了 我想要自己寫可不可以 那當然也可以啊 那我們可以進一步用VBA來寫 那VBA要怎麼撰寫 我們大家看一下 這地方我是 撰寫的方式啊 就是也是一樣 在這邊啊 其實基本上呢沒有幾行 基本上的話 我們的公司在這裡 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用聚集來寫的話 基本上就是用回圈的方式來做 那回圈其實很簡單 你會發現 哦 這麼大形式 我表示要寫一堆程式 不用啊 程式就我現在mark起來的範圍 其實就是配合for回圈啊 那for回圈裡面呢 反正你就給它一個頭 for回圈就是 from to嘛 你就是從哪個 哪一欄到哪一欄 哪一欄到哪一欄 開始跟結束 哪一列到哪一列結束 它就會形成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你就 你就讓它自己跑 它就把結果 幫你完成了 所以這個地方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解釋一下 如果你用會用for回圈來寫的話 其實你看沒幾行 就可以把這個結果做出來了 而且這個方式 你可以套用到任何的試算表上面 因為任何試算表都是一個範圍 都是一個for回圈 反正你一個for回圈開始結束 你指定正確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寫得出來 所以基本上我們等一下呢 逐步要完成的 大概就是有這五個步驟 所以等一下的話請各位先開啟那個範例 先思考一下哦 這個這個題目部分 其實這個題目部分的話 不算太困難了 你只要方法用對哦 真的很快就可以可以做完一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特別強調就是效率問題 懂方法的人哦 一下就做完了 不懂方法的話 你磨一整天 你還在那邊 還是不知道哦 沒有頭緒 最後土法煉鋼的話哦 很累 真的 你用人來做哦 累得半死 你用電腦來做哦 快快樂不得了 這是真的是 很極端的哦 那所以請各位等一下呢 先開啟我們的這個範例檔 這個範例檔 這個先 開啟那個我們的範例是 EX04的部分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 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個圖啦 那相關的這個 請各位自行在上面 A1所能夠打一個 存款金額 那金額部分的話呢 輸入一個 這個金額50萬 然後在這邊 這邊1到 看1到20年 然後利率的話 0.125到7% 然後中間部分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再教各位怎麼樣完成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哦